郭文貴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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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三年來 做總統 我也要向大家報告 我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台灣的安全是最重要的 台灣的主管最重要 大家說什麼不是 是 所以我們要顧主管 兩件事情最重要 外交要做好 第二就是國防也要做好 所以這件事 我做總統是最注重的事情 我每一天花很多的時間 在處理我們外交的事務 很多的時間 在處理我們國防的事務 所以現在看到 我們國際上的朋友越來越多 每一次中國打壓我們的時候 我們國際上的朋友 都會站出來替我們說話 他們打壓得越深 國際上替我們發聲的力道也就越強 所以現在大家都認為 台灣是他們的夥伴 在區域和平穩定 區域發展上面 台灣是不可或缺的夥伴 台灣還有一個更重要的 就是當中國想擴張的時候 台灣就是第一個 最接近中國的一個地方 所以如果是我們的民主自由 我們守得住民主自由 全世界都會給我們稱讚的 只要守得住台灣 就守得住民主自由 大家說對不對 對 國防也是一樣 前幾天我去我們的台船 我們的台船在基隆 也有很多人在台船上班 基隆的船廠現在精神很好 士氣也很好 因為我們國艦國造 我們重要的國家的艦艇 現在很多都是台船成造 也很多的造船廠都一起造 所以會帶給我們台船 在基隆另外一波的動能 讓他們可以發展得更好 我們除了做一般的艦艇 我們還做一樣東西 叫做潛艦 就是潛水艦 這是對台灣防衛來講 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過去的幾個總統都想做 都做不到 但是蔡英文做到了 大家說好不好 好 所以我們的國防 我們做了很多的改革 我們把裝備也都更新 把系統再進一步研發 所以我相信 我們台灣的自主國防 會越來越強 另外我也要跟各位報告 我也拚經濟 我們的經濟 在這幾年都穩定了成長 就是因為有穩定的成長 所以我們稅收有增加 稅收有增加 我們就給年薪人減稅 大家說好不好 好 今年5月浪稅 我相信很多人都感受到 今年真的有減稅 是不是 而且不只是年輕人 我看過統計資料 幾乎所有的年紀的人 都有受到減稅的好處 這就是我們經濟有穩定的成長 所以我們就可以回饋我們人民 我們也鼓勵大家加薪 2017年 2018年 我們希望政府帶動民間的加薪 加了一波薪 所以我們現在整體的收入的水準 是有往上走 所以 今年又有一個好消息 台商一直回到台灣來 到現在為止 跟我們經濟部申請已經合可的 已經有三千億的台商要回來投資了 今年我們預估是五千億以上的投資 是台商回來投資 大家說好不好 所以還有不只是台商 外資 像Google Facebook 微軟 還有Line 很多很多的公司都要加碼投資台灣 因為他們覺得台灣是一個創新的王國 台灣是一個最好投資的地方 大家說對不對 對 所以我要跟各位講 這些投資代表的就是 我們有很好的工作的機會 等著我們年輕的世代 讓他們能夠發揮他們的所長 讓我們下一代的年輕人 可以找到好工作 有好的收入 可以好的家庭 大家說好不好 好 所以我要跟大家說 我們打了基礎 我們做了很重要的改造的工程 但是我們民間有一句話 這句話很有智慧 大家都有聽過 去出去一半 台湾湯 給蔡英文八年 我們一定會讓台灣脫胎換骨 好不好 好 讓台灣在世界上更有競爭力 好不好 好 讓台灣的民主變成世界的燈塔 這樣好不好 好 這樣我就要拜託大家 蔡英文還有好幾關要過 每一關都需要大家幫忙 拜託大家 謝謝